两个月时间让它长到160斤的巨型猛犬 中亚牧羊犬目前已经一岁 肩膏成长的差不多 要开始催肥了 为什么前一年不给它催肥呢 像这种巨型犬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如果一年之内你给它喂得很肥很胖的话 它的骨骼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会出现鸭爪 趴蹄等等情况 很多中大型犬 巨型犬就是被狗主人给养肺了的 狗长当年一岁左右 这只狗肩膏基本上定型了 最多再长个30公分左右 如何快速给中亚犬增肥呢 首先它的主食是狗粮 但是也一定要搭配上击骨架 生的击骨架可以促进它快速度的生长 咱们现在就开始喂狗 狗粮里面给它添加一点鱼甘油 鱼甘油里面的维生素AD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美毛亮毛 中亚牧羊犬肩膏已经长到了理想的状态 再长肥个二三十斤的话 那体型会非常强壮 到时候气场会更加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